梁美芬議員引以為榮 最後他也欠了長子權 因為政府初樓說他的方法很大機會不合憲 其實政府初樓採納了我的同事說 你限制別人的參選權 客觀上必然會限制別人的選舉權 林遂倫就是這樣說 現在為什麼兜兜轉轉呢? 小弟也不太明白 你最容易贏的就是自動逮捕 同黨自動逮捕 合乎比例代表制的原則 選了比例,黨有去 因為一早就選了 和你們說法律都是沒用的 很簡單 你的相稱性怎麼會得到呢? 因為你做完之後 就枉作小人徒勞無共 即是你想達至的效果是達不到的 你只是懲罰那個 行使那個辭職再參選的人 這是懲罰來的 你懲罰那個人的時候 如果你只是懲罰那個人當然可以 今天你陪我坐牢三年 但其他人都陪我坐牢三年當然不行 其實問題就在這裡 第一就是說 其實 有兩個概念 第一個就是限制所有人的部分權利 或者你是限制部分人的所有權利 你現在就是限制所有人的部分權利 那個廣言性非常之大 如果你限制部分人的所有權利 你當然可以 因為那些部分人有個理據 他不夠年齡 所以他可能不適合去投票 或者他是神經的 那是有理據的 但你怎能夠限制所有人的部分權利呢? 所有人啊 參選者 這個選民 你那個傷性性在哪裏呢? 你一定要回答的嘛 是不是? 如果你說 你限制所有人的部分權利 就是了 譬如現在所有的inmate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囚犯 那你說他坐牢的 我不給他投票 那你就限制部分人 即在公民裏面部分人的所有權利 其實人家都說不行了 你不可以無理限制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在於什麼呢? 你們當然會贏 因為這個議會 有殺一半人都不是選的 你們贏 這是政治的問題 而不是法理的問題 那你就說 哦 那個傷性性是不會受到挑戰 當然是啦 人家都未告你 那時候怎麼會受到挑戰呢? 我們在挑戰你 你不當的嘛 因為是投票的嘛 不是講法理的嘛 現在你說法理有什麼意思呢? 投票法理是投票的嘛 但是官是不是這樣的呢? 我以為官不是這樣的 應該不是這樣吧? 所以你被我們挑戰的機會 根本是十居其十的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再說一次 如果你的理論是成立的 那英國國會 解散國會的首相 去以示負責 就是壞傳統來的啦 喂哥 剛剛十月選完你 然後你下年的五月 因為受到政治危機 那你說不如我解散國會了 你們再選過了 是不是? 你們 這個傳統 應該沒有了 如果你們的立論是正確的話 是不是呢? 有時候擺明是 為利益的 我也都 不知道梁美芬知不知道 那些政黨 我覺得為再遲些選舉 可能我們就喪失過多數 我早些選舉 又有 恐嚇一些議員 即是說如果你不就範 我解散國會 你可能會輸 又有 我不是說這些是正確 但實際上是這樣的嘛 是不是? 你 你 你都是 阿譚志願你都是 認識英國的東西 你覺得 這樣是不是不負責任呢? 英國的首相 是不是不負責任呢? 如果你說說 要考慮那個所謂 雙稱性的時候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 被選舉的人 即那個參選者 的權利是不可收復的嘛 即你不讓他參加就沒有了 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 可以替補的 而 那些去投票的人 又是不可收復的 即他不可以有等方法去 去拿回那個 原本應該不可剝奪的權利 你有機會就可以了 那個雙稱性是非常清楚 即如果你說雙稱性 是完全不相稱的 是完全不相稱的 你去做一件事 是沒有辦法令到 那些選民是更加民主地選擇 那個 候選人 你的目的不是這樣 而是你的 那個 那個 目的就是說 其實 in short 就要懲罰 懲罰辭職的人 懲罰 不需要用這些事去懲罰的 因為 我覺得譚資源講的最離譜 他說 如果你 那個人五個月之內不准選 都是一個 他們要付出代價 那麼 小弟如果 再辭職去選 我沒有了席位 不是代價 你說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 是那個政客 輸了選舉 沒有了權力 有什麼 有什麼 比這件事大 那你在說什麼 你解解我聽 你說 五個月之內 不讓那個人再選 是一個很大的懲罰 要考慮 那麼如果他舉行了選舉之後 他輸了的懲罰大不大 你解解我聽 就等於英國國會一樣 是不是 他解散了國會 他一定會選到的 那個懲罰不大 好 明白了 局長 作為主席 多謝梁國雄議員的提問 其實我不是很熟悉英國的情況 因為我本身的背景不是讀政治學 不是讀政治學 不過據我的掌握 英國國會 他通常 五年之內 議會的任期 不是一個 定定了的任期 在他的憲制傳統裡 的確手上是可以提前大選的 這個是他們在憲制傳統有這個傳統 通常什麼時候會做這件事呢 有些時候當然是一些政治的判斷 執政黨他們認為 形勢對他們有利 他們可以稍為提前大選 變成可以延續他們的執政任期 有些時候就是 英國裏面可能是發生一些危機 或者對政府有一些政策 是有很重大的爭議和意見 他們就通過這個解散然後大選 就是general election 來重新拿一個民意授權 對他們所推行的政策 當然在英國裏面是有這個憲制傳統 當然美國裏面 美國的 Congress 美國的議會 他們就是 我的掌握就是定期性的 變成要等他下一次的選舉 才可以 選民才可以換一些 他另外心儀的議員 這樣 現在我們處理的 不是一個大選的問題 因為正如剛才我也解釋 我們立法會 每四年一屆 就是這個我們叫 general election 一個大選 譬如今年九月會進行 是所有三百多萬選民 都可以透過他們的票數 選出他們的代表他們的議員 進入議會 變成在這一方面 就是我們說大選正常的情況 那個投票權怎樣限制 參選權有什麼資格的限制等等 在條例上也寫得很清楚 我亦都說過 對投票權的限制 包括香港和很多地區 都是傾向很寬鬆的 包括剛才有議員提到 那個在囚人士的 司法覆劃案件 法官也是認為 在投票權方面 要傾向寬鬆處理 後來政府當然也提交了條例 將在囚人士的投票權 是完全賦予給在囚人士 現在每次我們選舉 都要在懲教署的設施 給一些專用的投票站 但是對參選權的限制 就要相適應地 是會給投票權的限制 是多一些和高一些的 其實在很多制度都是這樣 我相信的原因是 因為對選出來的議員的期望 那個要求和他們所有 享有的權力和要承擔的責任 都是被一般選民是為高的 他們在議會裏面的決定 亦都對社會影響是為大的 故此在這個制度裏面 對參選人的資格 作出一些適當的限制 這個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好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當出現了一個真實的個案 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剛才我說 在我們出現了一個個案 剛才我所提到的四個地方 問題是出現了 我們叫miss review 如果我們要避免同類事件 再次發生的時候 政府的應對應該是怎樣 議會的應對應該是怎樣 的時候 那個相稱性就是要出來 相稱性就是要對應問題的出現 可不可以有一個對應的方式 是可以對應到 但是那個手段和那個力度 也不可以是過態的 如果過了火位 就變成了不是相適應 即是那個色度沒有在這裏 但是在這個調教的裏面 是需要有一個取捨的 在我們的法律文件就說到 在這個相適應的調教裏面 不是非黑即白的一個尺度 而是在這個可接受的尺度裏面 有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就是取決於行政機關 和立法機關商議 我們究竟把尺度放在哪裏 是異議的 現在行政機關提交給議會 我們就把這個尺度 以我們的看法 就是其實我們放在一個 較寬鬆 和一個很溫和 很輕度的限制 尤其是我們以前的一些方案 這個限制其實就少很多 這個限制是否適度呢 我們今天提出了一個方案 就讓議會來同時去考慮 是否認為這個尺度 亦都是溫和和適度 某個程度是對應到的問題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可以解決到 但是都叫做可以有一個的對應 在這裡解決部分的問題等等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議會裏面談 所以我相信 我說得這麼長氣 這個相稱性或者相適應性 就是要針對問題的出處 然後我們用的方案的力度 和所造成的限制的影響 有幾方面來決定 我希望通過我們這個討論的時候 大家可以更加清楚 我們的方案其實是一個最低程度的方案 多謝主席